目前在臺灣工作 長達六年以上的產業移工 大約是有十二萬人 而至於社福移工 也有超過八萬 對於政府放寬了移工留臺政策 有不少在臺灣長期工作的移工 是認為這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是一大利多 還有些僱主是覺得 這可以讓公司留住優秀的 藍領移工 熟悉的操作者 鐵葫茸產品的機台 已經來臺工作十二年的阿壯 是這家公司的自身移工 由於人力受到肯定 已經晉升為小主管 他三年前結婚 習財的老闆 同意他把老婆 從越南街來 一起在公司工作 得知臺灣政府拍板通過 移工留財久用方案 有機會申請永久居留 都覺得很感恩 很好 對我們很好的時機 給我們有那個機會 在臺灣上班工作 不行 不像以前 做滿那個時間 要回去 回去 沒在打工 這些人員進入臺灣工作 那一則最主要是說 臺灣人力也短缺 對他們來講也是一個幫助 他離鄉背景其實他滿辛苦的 這我可以體會得到 部主覺得政府這樣做 可以讓公司留住優秀的 藍領移工 事實上 目前在臺灣工作 滿六年的產業移工 和社福移工 人數超過二十萬人 依照方案 在臺工作滿六年的移工 可以申請轉換為 中階技術人力 在工作滿五年 符合每月總薪資 五萬五百元以上 或是取得以及專業技能證明 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對於方案 移工仲介團體和勞團各有意見 而受到疫情影響 移工引進不易 移工仲介團體建議 政府除了增加 引進移工的來源國外 還要儘速通過經濟移民法案 讓有意願來臺的寄宿勞工 通過語言考核 席卷來臺 並且給予永久居留 或是國籍 為臺灣的產業發展 投注一份心力 記者 陳嘉欣 謝正寧 新北市報導